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警告如果强迫加萨走廊南部的民众迁移将会构成战争罪 马克宏他是反对以色列军方进攻加萨南部的拉法 同时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没收800公顷的土地 马克宏告知纳坦雅胡他打算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呼吁永久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 同时要求以色列立刻开放进入加萨的所有边境关卡 同时间埃及总统与联合国秘书长都警告以色列 不要对拉法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 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实尾巴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万2000人不幸死亡 将近200万人成了难民 当中大约有100多万人都集中在拉法市避难 以色列现在为了歼灭哈马斯 执意从地面进攻拉法 联合国秘书长立刻前往了拉法关口 呼吁以色列政府全面放行援助物资 埃及边境路边停了不少救护车 还有两排物资卡车车楼 全部卡关等着进入围墙另一侧的加萨 如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特别抵达关口向以色列喊话 出了这道关口就是加萨的拉法市 当地有100多万巴勒斯坦人 大约全加萨一半人口都在这 但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执意要入侵进攻 才刚见过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说重话警告 确实反以示威怒火在全球各地蔓延 二三号南美国家致力民众更上街抗议 要求政府和以色列断交 就连以色列国内已经好几天的抗议 都在大喊赶紧停火 释放人质为优先 示威场面甚至更激烈 海人把纳塔亚胡的照片放在哥伦比亚大毒枭 埃斯科巴的大头罩旁 要求纳塔亚胡赶快下台 但国内再怎么反对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的行动还是没停过 哈马斯声称 以军23号还向等待援助的平民开枪造成19死 以色列则否认 不过乙方则进一步透露 他们在加萨市的西法医院扫荡了好几天后 已经击毙了一共170多名武装分子 TVB新闻做不到 最近消息西亚地区国家亚美尼亚发生警局爆炸案 现在知道有三名男子闯入后 试图引爆手榴弹 当中有两人被炸伤 赶紧连线记者黄宇轩 宇轩 警局门口突然传出爆炸声 这里是亚美尼亚首都 当地时间24号 当地警局经传遭人投掷爆裂物 外媒报道有三名男子试图传入警局引爆手榴弹 不过过程中其中两名男子 反而遭自己引爆的手榴弹波及受伤 三人立刻被逮 现场没有传出其他人员受伤 三人犯案动机还需要调查 但当局部排除与亚美尼亚和亚赛拜然 边境冲突有关 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持续动荡不安 是我国有帮海地持续动乱 当地的黑帮之乱 没有因为总理辞职下台二降温 当地的警察是现在海地 唯一还在运作的国家机构 不过黑帮火力是相当的强大 拥有防弹役的警察 不到百分之四十 现在美国已经做出决定 派出多架的直升机 前往海地撤侨 台地的黑帮之乱 让首都太子港陷入末日景象 警察和黑帮当街搏火 社区民众为了不让黑帮进入 自己架设检查哨 居民24小时轮班 过滤进入社区的人 民众还动用私刑 放火烧死闯入的黑帮成员 太子港的机场已经被瘫痪 搬机全面停飞 当地只有一家医院还在运作 送进来的大多是枪伤病患 筋疲力尽的警察 躺在警局的桌子上睡觉 黑帮火力强大 而且比他们更有资源 不少警察的家人被黑帮威胁 他们不敢回家 只能住在警察局 警察现在是海地唯一 还在运作的国家机构 他们在街头与黑帮血拼 但不到四成的警察 配有防弹背心 他们的月薪只有200美元 约合台币6400元 联合国批准由肯亚领导的 维安警力进入海地 1000名警力目前正在待命 肯亚政府表示 要等到过渡政府成立 才会执行任务 肯亚有35年丰富的 外销警力经验 分别在柬埔寨 前南斯拉夫 科索沃 克罗埃西亚 东地温和狮子山共和国 执行过维安任务 目前在索马利亚 南苏丹和刚果 也有他们的警力部署 过去几个月 海地共有2500人 被绑架 受伤或是死亡 如今国家外事机构外 天天大排长龙 全都是想申请签证 出逃的民众 各地的银行也被强劫于空 太子岗里不只有黑帮 与警察对立 帮派之间也火拼抢地盘 绰号烧烤的黑帮头子 切里其耶 领导了9个主要帮派 在太子岗势力最大 周三 另一名逃狱成功的黑帮老大 回到自己的地盘后 发起游行 要求追随者 和他一起 夺回地盘的控制权 海地总理亨利 12日宣布辞职 目前人在海外的他 仍是看守总理 直到加勒比海共同体 协调海地各党派 选出过度总理为止 不过黑帮拒绝接受 国际社会协助组成 海地政府 20日发起了 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在黑帮首领 窃利企业的带领下 朝国家攻前进 海地乱象短时间难解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 派出多架直升机前往海地进行撤侨 目前接回了13名在当地进行慈善工作的美国 加拿大和法国公民 滞留海地的美国公民当中 有300位来自加州 加州能源管理部门也派出两架砖机到海地 共接回了14名加州居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镜头转到莫斯科 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 现在死伤人数有最新的统计 至少导致137人不幸罹难 不过当中只有62人完成身份辩证 遭到逮捕的4名塔吉克级的嫌犯 在法院公开露面 当中有一人遭到法官裁定 立刻激扬两个月 蒙住眼睛走下车 几乎90度弯腰 被押到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大门 他们就是音乐厅恐怖攻击 四位枪手嫌犯 深夜出庭在法院玻璃箱里 被大阵仗摄影机狂拍 恐怖嫌犯真面目首度公开 四人都是住在俄罗斯的塔吉克公民 根据法院声明 其中三人已经症罪 在音乐厅杀害上百民众 根据名单 死者包括前地方选美皇后 还有当天为了庆祝生日 而去听音乐会的兽星 这次恐怖攻击 莫斯科根本毫无防备 措手不及 而有目击幸存者告诉大家 攻击当下更多细节 从户外一路开枪到室内 因此音乐厅内外都有发现遗体 俄罗斯全国哀悼中 有人用蜡烛排自纪念死者 俄罗斯总统父亲 也到莫斯科近郊 亲自点蜡烛之一 TV新闻众话导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就要带观众朋友继续探讨 俄罗斯的音乐厅恐攻事件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 当地大部分的商人 特别是大陆的商人 以及留学生 陷入了情绪恐慌 所以很想要逃离莫斯科 现在知道 说是莫斯科飞往大陆的机票 价格暴涨 先前来回的机票 大约人民币4000多元 但是现在飙涨到单程1万 甚至到2万元 结果下来时间 赶紧交给GPBS北京特派记者 陈运文 好来看到 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发生的 是上周的这3月22号 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遭遇到了恐怖攻击事件 而在当地 其实有不少的中国人 这包含的是中国的留学生 以及中国的商人 我们就来看到 这根据是陆媒报道指出 有一名留学生 他是跟死神擦身而过的 在当下 他就刚好在这个被恐怖攻击的 音乐厅的隔壁正在用餐 一度以为是遭到了无人机袭击 后来天下是有爆炸声响之外 有人喊说开枪了 才知道并不是单纯的无人机攻击 那就会看到是 在事发之后直到深夜 当地的街上 还是有警察住所的 这气氛是非常紧张 因此陆媒指出说 在当地的中国人是陷入到一种恐慌的情绪 因此返回中国大陆的机票价格 纷纷暴涨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涨多少 其实在恐攻之前 这个莫斯科到北京的来回机票 主要4000多人民币 但是在恐攻发生之后 现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单趟机票 就要1万多到2万人民币之多 这约合是单趟就要4万多台币 到8万多台币的金人价格 是暴涨非常多的这样的情形 不过来看到是在当地 其实除了留学生之外 也有不少的商人 因为其实在这个3月27号到3月29号 在莫斯科有一场珠宝展 那不少的中国商人都有砸大钱之外 也派了团队跟东西都过去了 但是现在莫斯科政府告知 因为恐攻发生之后 这场珠宝展就必须来取消了 那么接下来要来看到 就是半导体供应链 现在ASMOR有一个两难 因为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荷兰政府拒绝向ASMOR发放 向大陆出口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ASMOR还是想跟大陆做生意 所以现在传出荷兰的首相吕特 将前往大陆北京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针对经济关心举行会谈 详细的像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架构 再请郁文为观众朋友说明 好 确实来看到 就在本周就在明天 3月26号到3月27号 是荷兰的首相跟他们的贸易大臣 将访问中国大陆北京 预计会会晤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以及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那接下来看到是荷兰首相 跟习近平会面预计会谈到经济关系 尤其是荷兰政府因为呼应美国 是会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晶片的出口管制的 所以来看到是现在习近平当政之下 他一直在寻求科技自主 希望可以造出所谓的中国制造的本土晶片 但是来看到是中国原本是荷兰的科技制造商 就是晶片制造商艾斯姆尔的第二大市场 尤其在去年的时候 艾斯姆尔对中国大陆出售了价值高达65亿美元的设备 不过来看到是现在荷兰政府 因为配合美国跟日本一起 限制了对中国出售高科技的晶片设备了 所以现在艾斯姆尔就没有获得荷兰政府的许可证 就不能再向中国大陆出售高科技的晶片 以及相关的设备了 那对此呢 荷兰的贸易大臣曾经表示说 他们是担心艾斯姆尔的电脑晶片设备 会被中国用在军事的用途 因此撤回了部分对中国大陆出售晶片的相关的许可证 不过来看到是这样的限制 倒是影响到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了 所以届时呢 这个荷兰首相跟习近平的会晤 就格外的受到关注 非常谢运王 这一波的AI新浪潮 其实大陆也想要抓住商机 我们带你来关注到 这是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频频与矽谷大佬会面 星期天 他是见了AI晶片大厂 AMD超围的执行长苏兹峰 那么两个人呢 是趁着大陆举行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数十位的企业执行长齐聚北京 王文涛特别见了苹果执行长库克 以及高通执行长安盟 那么星期天又见了超围苏兹峰 展开会谈 王文涛表示 大陆与国际间之间的合作 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力量 所以非常期待美洲能够共同努力 苏兹峰他则是表示 大陆是超围的全球重要的战略重点之一 将会加大对大陆的投入 但是呢对于这个金融时报却报道 大陆已经推出了新的政府采购标准 将会逐步禁止政府的电脑 使用来自于英特尔 以及AMD超围的半导体晶片 优先考虑采用大陆的国产品 来取代微软的作业系统 以及外国的数据软体系统 有可能是借此来回应先前 美国实施的制裁 以及晶片禁运法令 就进一步来西看大陆的官方 为了稳住经济 积极向外资释放友善讯号 所以库克他不只见了 这个大陆的商务部部长 他也来到了北京的三旅屯 来到苹果旗舰店 与果粉惊喜合照 苹果CEO库克吴玉锦 现身北京三里屯旗舰店 大批果粉又惊又喜 库克也展现亲民一面 和粉丝握手致意 合照自拍 之后库克也在微博放上影片 留言表示很高兴 苹果手机能协助网易游戏 创造沉浸游戏新体验 库克除了和民众近距离互动 也和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见面 王文涛和库克 二十二号聚焦讨论 人工智慧云端运算 隔天再见 全球二十大半导体厂商之一 美国高通公司总裁 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 和不会改变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还在致力于营造 高标准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大陆官方近期持续向外资企业 释放友善讯号 二十四号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由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邀请国际组织 世界500强企业超过110位嘉宾 美国财长耶伦 下个月会再度访华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将在四月 再度访问北京 专家评论 耶伦2023年才会晤大陆总理 李强和财长等大陆高层 今年再度展开新一轮访问 反映出美国政府 想要维持与大陆的双边关系 TVBS新闻消息 李敏珍综合报道 差不多这些消息 这是两岸交流 马英九基金会宣布 马前总统将接受大陆的邀请 将在四月一号到十一号 率领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 访问大陆广东 陕西以及北京 那么现在外界就预期了 这一回马前总统 拜访北京重头戏 就是出席继皇帝林大典 与去年马英九登陆访问的行程相比 今年的行程 多增加了参访北京 所以外界认为 在政治的意涵上更胜以往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那么还要来看到是 CNN的采访团队 完成了台积电 逐科总部的采访 说是有两个重点 花了好长时间申请 终于获得采访许可 那么当中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台积电也坦诚 在全球拓点布局当中 遇到了一个困难 说是在美国的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要找到好帮手 真才是最不容易的 更说面对各地的 通膨带来的高成本 也是未来台积电团队 要克服的一大难题 无论手机 笔电 只要能发送讯号的电子产品 都需要经过重重安检 谨慎程度就连CNN团队 也惊呼 但也终于以第一视角 开箱台积电 逐科总部 台积电现阶段力拼 在全球积极不点 就像上个月选日本熊本 开设金圆厂 也要在德国 德勒斯登和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建造新工厂 需要雇佣上千名新员工 对人资而言是一大挑战 配合各地劳工法规同时 物价通膨也令人头痛 CNN还提到 无论天灾或是两岸关系 对工医院的运作 或许都是牵引发动全身 但秉持着发条不松懈 拓展更多被国际看到的可能 TB室的交换 张文君踏不到 一起跟您掌握最新的 东南亚最新动态 我们先来看看泰国 泰国总理府表示 针对先前在泰国南疆四府 发生超过40起的骚乱事件 已经进行过两轮的谈判 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还没有与这个分离组织 协商促成和解 但是是不会放弃的 目的是要实现长治久安 那么现在泰国与大陆 签署了最新的备忘录 要来卖水果 预计泰国将会销售 2万吨的榴莲 山竹 价值超过30亿泰铢 并且确保在大陆的长期市场 拥有高的占有率 我们再来看看越南 再过一个多月 就要迈入用电的高峰期 去年越南缺电的阴影笼罩 外资企业向越南政府 表达缺电的忧心 特别是五六月这两个月份 在北越地区电力短缺的风险 明显是高的 我们再看到菲律宾 菲律宾政府证实 军方的补给船 行经南沙群岛的仁爱爱沙环礁 遭到大陆的海警水炮强攻 所以导致人员受伤 船身也有回损 大陆的海警回应 使菲律宾不顾警告 意图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 最后看到的是印尼大选 完成了计票作业之后 现在确定由普拉伯沃 以接近60%的得票率获胜 但是他的两位对手都承认败选 将先后提出诉讼 同时指控大选舞弊 要求重新举行选举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一起来关注来自于日本的最新消息 这是日本东京私立大学明星大学 在今天上午接到了炸弹威胁恐吓 这是一封寄给学校的邮件当中 写着将炸掉学校的入学仪式 所以校方不敢大意 除了报警之外 也已经取消了入学仪式 日本警方正在调查 这封恐吓信件的来源 这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那么还要来 媒体也曾经这样形容 说这起事件是巨大的背叛 我们就来看看大谷祥平 如何切割曾经高度信任的事业伙伴 他是在个人的IG账号 取消追踪水源一评了 同时还删光两个人的合照 现在还传出水源这件事情 也是造假的 说是学历的部分 加州大学和兵分校 找不到水源的旧学记录 不到一周前 大谷祥平和水源一评 在南韩还有修有效同进退 如今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眼间网友发现 大谷不仅退追水源IG 还删光两人过去合照 大谷IG上最后的水源照片 只剩下这张大合照 水源还超不明显站在角落 迁堵风波延烧 大谷火速切割 全全交由律师处理 似乎不想再和水源有关系 而水源不止签读 跟被外媒揭露 谎话连篇 不止在接受访问时说谎 日媒引述外媒报道 水源声称自己是加州大学 和兵分校毕业也遭校方打脸 校方表示完全没有就学记录 过去声称曾效力红袜 为日籍球员钢倒秀术翻译 也遭红袜切割 红袜声明强调从未雇用过水源 水源丑闻连环报 首尔开幕战后更人间蒸发 与大谷祥平过去并肩作战 如今被闪电切割 令人不胜心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美选的话题 现在被形容说是 大选的竞选资金大批拼 我们想想看这个可能性 假设川普要这样一个参选的话 那么他的竞选资金 会有一个大的缺口吗 我们现在来看看 美国媒体是怎么看的 说现在川普陷入了焦虑恐慌模式 因为他的民事诈欺案 必须缴交4亿多美元的保证金 假设付不出来的话 包括川普大厦在内的资产 恐怕会遭到纽约州检方扣押 钱钱钱 选举不能没有钱 而这恐怕也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目前最头痛的问题 距离他缴交民事金融诈欺案 保证金最后倒数三天 川普因扶报房地产价值 误导银行和保险公司 连同利息遭纽约州重罚 4亿5400万美元 相当台币145亿 说来讽刺 川普在他诈欺案的证词中 反复说自己手头 有4亿多美元现金 CNN根据川普最近的候选人 财产申报指出 川普可用现金大约在 2.5亿到10亿美元 知情人士则透露 实际数字大约在 3.6亿到4亿美元之间 不过川普的律师表示 这远远不够 且实际上不可能 他们接洽了30家保险公司 都碰壁 每一家都要求现金 或流动资产抵押 包括了两个星期前 在川普另一起诽谤案中 聚保的安达保险公司 据了解 这让川普陷入焦虑恐慌模式 川普律师向纽约上诉法院表示 还没找到愿意承保的保险公司 要求法院推迟执行判决 不过周四 纽约州检察长已经抢先动作 递交文件 准备扣押川普的资产 检方第一步锁定川普 位于纽约市北边 维斯切斯特郡的高球场 和私人七全庄园 庄园占地5万平方英尺 主建筑有60个房间 15间卧室 三个游泳池和保陵球道 2014年 这笔资产价值不到3000万美元 因此检方也需要扣川普 其他纽约市的房产 包括位于华尔街40号的川普大厦 甚至他在佛罗里达的高球俱乐部 川普不止法律诉讼费用没完没了 现在他的竞选资金也远远不如对手 现任总统拜登 上个月川普阵营募得2030万美元 总计4190万 拜登阵营2月则募款5300万美元 手上现金累计1亿5500万 和台币约50亿是川普的三倍多 口袋现金满满的拜登阵营 开始撒钱打广告 拜登试图唤醒美国人 对川普执政混乱的记忆 引用前总统雷根的经典竞选名句 你过得比四年前好吗 拜登利用执政和资金优势走透透 大选关键的摇摆州几乎都跑了一片 周末更将与人气前总统欧巴马 连妹庆欧季健保14周年 而川普在跨过党提名门槛后 几乎很少现身 自超级星期二初选以来 只去了一个摇摆州乔治亚 以及为他清点的 恶害俄州参议员参选人站台 其他只跟金主会面 获打小白球 行程相对低调 我们一起来看坏天气 打乱美国民众的交通出行 这是在冬季风暴 影响着东北部地区 包括纽约在内出现了大烟水 那么就连中央公园 也出现了树岛的危机 联系记者林彩轩 画面上可以看到 纽约市中央公园旁边的第五大道上 大树被强风吹倒 直接横倒在马路上 底下好几辆名车都被压到车床碎裂 而同样在纽约的大雨 狂灌进大楼内 整栋大楼的一楼都被淹 而同样在纽约的布朗克斯 路上车子轮胎有一半被水淹 多辆车抛锚导致用路人受困 事实上美国东北部至周末 被冬季风暴袭击 给不少州带来暴雨和大雪 冯蒙特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 甚至出现超过30公分的积雪 发生在大陆江苏南京的车展意外事件 说是有五位民众被车给撞伤了 那么现在外界很好奇 一般在展示的车都是断电的状态 怎么会突然启动往前撞倒人 主办单位坦诚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 伴随孩子的叫声 妈妈拉着小孩离开现场 其他人则是一脸惊恐 2024江苏南京国际新能源汽车展 一辆大陆的本土品牌 极客新能源车 突然启动撞伤了五个人 其中一人是小孩 出点小意外 是个新手 但是速度也没啥速度 就是给人下手 有人要伤亡吗 尽管车展人员轻描淡写 但灰色的极客新能源车 直接撞向了正在展示的 比亚迪新能源车 导致了赏车民众当场受伤倒地 现场不少人质问 展场内的车辆怎么可以动呢 原来车辆未按规定 开启展车模式 处于驻车疏响模式 也就是车内的部分电器系统 还可以继续使用一定时间 包括音响 空调送风等 让驾驶体验更舒适 而且汽车钥匙在有效的使用范围内 因此发生了这一起撞车意外 南京车展尚未有小米电动车 但小米的创办人雷军早已预告 小米SU7汽车将于28号正式发布 平均出厂价88万台币 TVB新闻 林龙氏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新能源车 再来看看美国的科技类股 这几天涨势惊人 所以导致了美国股市 三大指数接连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昔日的美股股王苹果公司 现在遇上麻烦事了 因为被美国司法部以 违反反垄断法起诉 股价在上个星期 一度大跌了百分之四 所以市值蒸发超过了千亿美元 美国三大股市指数 周四连续两天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这除了是因为早前连准会给出 今年将降息三次的利多消息之外 AI科技股的优异表现 也成了重要推力 其中刚公布最新一季财报 确认由亏转赢的记忆体大厂 美光公司 就以高达14%的涨幅 成为美股领跑者之一 美光挥别了连续5G的亏损 上季总营收超过58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到58% 远高于预期 公司坦言自己是当前 AI热潮的受惠者之一 展望下个季度 总营收有机会再多10亿 上看68亿美元 除了AI议题外 低迷两年多的IPO市场 也在周四迎来为市场注入 强心争的新玩家 那就是有美版PTT支撑的 社群网站Reddit 在这种兴奋情绪下 Reddit周四在纽约证交所一挂牌 就从开盘价47美元一路上冲到57.8美元 飙涨70% 中厂收在50.44美元 涨幅仍然高达48% 而从Reddit受追捧反映出当前在历史高点的美国股市 投资人积极寻找潜力目标的迫切心态 然而当市场热情高涨之际 曾经坐拥股王宝座的苹果公司 却遭美国司法部当头浇下一盆冷水 美国司法部指控苹果公司违法的核心 就是建立自己的封闭生态系统 限制苹果用户只能使用苹果产品 包括Apple Watch只能与iPhone配合使用 禁止第三方在iPhone上开发其他的感应支付 此外iPhone用户之间的讯息传递安全性 远高于与非iPhone用户 我们认为Apple已经承载了自己的国家的力量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产品更好 而为了其他产品更好 司法部认为苹果公司的垄断行径 不但伤害较小的竞争对手 更借机哄抬价格 以至于高阶智慧型手机价格 远高于合理范围 相关指控让苹果公司股价在短短一天内 下跌超过4% 市值蒸发1100多亿美元 苹果公司对司法部的垄断指控加以否认 但美国消费者恐怕不这么看 但也有人认为在自由市场内 消费者如果觉得太贵自然就不会购买 而苹果公司虽然使用了封闭系统 但也带来更多的安全性 因此获得消费者信任 同时也为软体开发商带来更多商机 因此不应该因为它的价格偏高 就认为不公益 而另一个同样属于高价位的科技产品电动车 在当前全美充电站多有不足下 拜登政府决定放缓脚步 不再强制燃油车转型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周三公布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最终版本 一方面放宽了废气排放规定 延长汽车制造商采取对策的时间 同时也把2032年电动车占新车近七成的原地目标 下调到约四成就可以 这一方面可以在大选将近的当下 为拜登引来更多来自汽车产业等传统票仓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透过电动车转型的减速 来应对中国在电动车产业可能形成的独占状态 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日本两大传统汽车厂日产与本田汽车 近日也宣告要在电动车领域上联手合作 以便增强彼此的竞争力 据了解两江车厂过去三年在中国销售量持续下滑 日媒透露日产与本田正考虑对于在中国的汽车产量 进行20%到30%的削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股价的消息 这是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分析 过去30年来最让市场投资人经验的一只股票 并不是来自于科技业 而是这款能量饮料品牌 股价在30年之间暴涨2000倍 如果在30年前有1000美元投入美国股市 买一家企业的股票 30年后最多可以翻涨到什么样的价格 答案是200万美元 真正暴涨2000倍是华尔街30年来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上市股 但这间上市公司不是谷歌亚马逊 更不是苹果 而是在超市里就能看到的饮料品牌 靠着2002年推出的招牌能量饮料产品 业者开始感受到商品热卖的威力 甚至在2012年把企业改成 跟能量饮料同样的名称 而这款饮料的成功 也吸引可口可乐的关注 以21.5亿美元的现金 买下16.7%的股份 靠着可口可乐在全球的销售渠道 让能量饮料快速遍布全球 资本额就翻了三倍 除了通路 掌握市场以及目标需求 是能量饮料能闯出一片天的重要原因 跟竞争对手相比同样的价格 可以买到多出一倍的容量 自然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赞助大量极限赛事 还有非主流的体育运动 塑造鲜明的平台形象 旗下的饮料产品也是各自独立经营 与其说是饮料业者在卖产品 更像是在经营控股公司 30年下来 这样的经营方式 也让能量饮料的销售成绩亮眼 去年第三季的营收 就达到18.6亿美元 在美国相关饮料的市场占比 也达到将近两成 尽管这几年能量饮料 因为咖啡因含量 以及含糖量都引起争议 甚至提出有意要祭出法规 但观察针对能量饮料 有购买年龄限制的英国 销售量还是不断往上攀升 专家认为未来相关市场 还是有机会持续发展 TVB新闻综合报道 在看到消费市场微小的改变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是在南韩 首次新冠疫情出现之后 南韩流行起喝茶的风潮 希望可以从中获得疗愈 以及放松的效果 来到南韩首尔易山洞的一家茶馆 店员现场冲泡 加入薄荷和柠檬草的茶 以及用茶调制的茶鸡尾酒 搭配布朗尼等甜点 让客人品尝 热爱咖啡文化的南韩 在新冠疫情后有了转变 这种名为Ti Omakase的平民风潮 在南韩年轻人之间开始流行 Omakase是日文 意思是无菜单料理 无菜单茶饮在首尔人均 4万到5万韩元 折合约1千元左右台币 除了常鲜 也有人是因为茶对健康有益来体验 用茶代替咖啡的需求上升 最近南韩一间连锁咖啡厅的 传统茶销售量 比去年增加了四成 香草和果酱混合茶类 也同比增长三成 南韩学者分析 对年轻人来说 花时间泡茶喝茶 比喝咖啡更有疗愈放松效果 但短时间仍难以取代咖啡文化 우리나라咖啡吸收入益 南韩MZ时代主導了消费市场发展 除了咖啡和茶 之前南韩一份报告显示 每六到七名二十多岁女性中 就有一人体重过轻 但体重属于正常范围或过低的人当中 有近五成尝试过减肥 也难怪既美味又能控制热量的减糖甜点 在南韩越来越受欢迎 T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您继续锁定稍后focus世界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